早上好 欢迎收看1月30号的百革城报 我是威敏 马来西亚政府昨天正式宣布 失踪327天的马航客机MH370失事 同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 以及所有机主人员已经遇难 这则沉重的消息 成了今天各大语文报章的头条 其中英文报章新报 选择不彰显飞机失事 乘客机主人员遇难 却已能协助家属走出悲痛为主轴 综合各家媒体访问专家的见解 大马政府的宣布 从法律的角度上让家属解脱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着手处理保险理赔工作 在申请死亡证书方面 过去如果遇上这一类 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死亡的案例 家属必须等上7年 才可以向法庭申请停令 根据国民调查局代表向新周日报指出 目前家属或许不用等上7年 但仍然需要向法庭申请停令 该局才会发出死亡证明 虽然大马政府这一次的宣布 是为了方便家属处理相关法律程序 但在安排上还是遭到非议 一些家属不满是通过媒体报道 才知道有汇报会 有些受访的家属表示 只要没有看到尸体 就不会接受亲人已经离世的事实 也有一些中国家属指出 当局选择在华人新年前做出这项宣布 击溃了家人能够团圆重聚的希望 交通部长廖忠来指出 这一次的宣布是经过马中澳三方的同意 马来西亚政府重申 不会放弃继续搜寻以及调查的工作 确保能够给所有人 尤其是乘客及机组人员家属一个交代 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 希望马方旅行承诺 做好事件调查理赔家属安抚 特别是要继续千方百计找到飞机和乘客的下落 百格时事在此向所有MH370乘客及机组人员家属 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了解你们所经历的悲痛 但我们可以一起坚强勇敢的走下去 接着来看今天的新闻快讯 上电视或许是很多人的梦想 有很多人为了这个梦想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和手段 但荷兰今天就有一名男子 用的手段却非常吓人 根据荷兰媒体的报道 一名西装笔挺的男子为了要求上电视 持枪闯入国家电视台的摄影棚 男子的举动还导致电视台必须中断 当时正在播出的新闻时段疏散工作人员 在和警方对峙的时候 男子不断在棚内徘徊 声称是被安全机构雇佣的情报人员 有重大的事件要透露 不过男子很快就被警方制服 索性无人受伤 另外在美国德州有一名17岁少女 Christiana 虽然没有持屑 但却在手上写着我有枪的字眼闯入警局 结果在对峙的过程中 遭到警员开枪击毙 根据警方提供的闭录电视画面 一名警员曾经试图制服她 一度将她压倒在地上 但她仍然无法将少女制服 少女还从腰间拔出刀 最后遭到随后赶到的警察开枪射死 不过少女的家属表示 她患有精神疾病 至于警方为何要开枪 最后一则新闻 熟鸡蛋能够变回生鸡蛋 听起来有些异想天开 但这并非不可能 美国加州大学和澳洲大学的研究人员 最近就确实找到一种方法 能够将熟或者是说坏掉的蛋白质复活 这一时发现有助于降低抗癌药物 以及其他昂贵药物的生产成本 不过这项研究的成本 则需要花费160亿美元 耗时耗力 而且在达到降低药物成本上 只是迈进一小步 但总的来说 也是在医疗道路上的一个好消息 今天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